李宗盛 西将军 找我有事 你在想是不是能信任我 你们三个有一个共同的小秘密 你们在祖陵里 找到一把鞋碎的重剑 后来你们又把那把剑遗失在祖陵里 祖陵又被水淹了 你想问我 为什么百里尹拿起那把剑 会变得疯狂 而世子不会 西切尔根杜拉贡 是他的和洛名字 意思是地狱的试魂龙之剑 我们叫他苍云古齿 对于我们天驱武士而言 是无上的圣器 只有历代大宗主 才有资格持有这件武器 对于天驱武士 有至高的象征 地位还在你的猛虎笑牙枪之上 你是一个天驱武士 孩子 在你心里 天驱武士 是不是应该永远提着一杆枪 冲在队伍的最前方 不应该是我这种懒散的人 对吧 我知道你是天驱的后人 你身上还藏有一个天驱的纸套 你知道这东西会带来杀身之祸 可你依然藏在身上 必定有你的理由 必定有你的理由 关于天驱的历史 相信令尊已经都跟你讲过了 可还有很多我不能告诉你的 你的父亲曾经背弃了天驱 原本天驱在你一生都不会找你 可自从你进入那个地宫 就又和我们有了联系 如果你不愿意加入我们 就从我身后的门离开 把今天听到的全部都忘掉 我相信 你不会出卖我们 但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 就要背负巨大的责任 一生都很艰难 我愿意 孩子 不要这么着急决定你的一生 我没有什么好决定的 我只有这一个选择 我原本以为 你是一个要封侯拜相 功名富贵的人 我是想要封侯拜相功名富贵 那是因为 我怕我那天死了 没人记得我 也没做成任何事